好,各位同学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句之间的比较 第一点,两个每一句之间 是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等值比较的 大家再回想一下 等值比较用哪个操作符号 好,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vip.grid 它是不是和这样的一个vip.black 是相等的呢 这样的比较成立吗 我们可以对两个每一句类型之间 进行这样一个比较 我们可以把result打印出来看一下 这里面应该是c5.p 好,不相等 因为vip.grid和vip.black 它们的取值是不同的 但是如果 如果这样比较 毫无疑问 它们是相等的 好,那么这样的一种等值比较 这个毫无疑问是可以成立的 那么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vip.grid这个每一句类型 它的这样的一个取值是二度的 好,我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判断吗 好,让我们来验证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拿这个每一句和它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做比较的话 不会报错 但是并不会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 原来的话 vip.grid它的这样的一个取值是二度的 但是现在如果我们尝试着拿2和vip.grid进行比较的话 虽然不会报错 但是判断的结果是false 不相等 好,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两个每一句类型之间可不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大小的比较 好,我们现在拿vip.grid和这样的一个vip.black 做这样的一个大小比较 大家觉得可不可以 在一些语言里面是可以的 但是在python里面是不行的 我们看一下 不直接报错 比如说每一句类型是不支持这样的一个大小比较的操作符 也就是说每一句类型 它只能和每一句类型之间做这样的一个比较 好,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句类型之间是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大小比较的 但是它可以做这个等值比较 那么现在是这样的 它还可以支持一种 比较方式 就是这样的一个 vip操作符 比如说vip.green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vip.green 做这样一个身份的笔章 可以的 这样是不会报错的 好,我们看一下 好,是可以的 好,那么这些知识点都比较简单 那么我现在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是两个不同大的类型的每一句 它们之间可以做这样一个等值比较 比如说除了vip 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类 是叫做vip1 它也继承着我们的m 并且它的这样一个标签的名字 以及它的这样一个值 都是相等的 好,那么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相等的比较 比如说 现在我拿vip.green 和vip1.green 做这样一个判断 首先 大家觉得它会不会报错 我们看一下 它并不会报错 但是得到的结果是false 为什么是false 这个显而易见 vip和vip1 这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类 对不对 所以说 你想拿它做等值比较 虽然它们的数值是相同的 相同的 但是对于每一句来说 它们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每一句了 好 那么关于每一句的这样的一些 相关的比较操作 比较简单 我们总结一下 每一句是不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大小比较的 但是它可以 做这样的一个身份比较 就是这样的一个易子操作符 同时它也可以做这个等值比较 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